这是什么 如果说这里是厕所 您会相信吗 巴哈拉岛 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山达根海域 从山达根码头乘搭快艇前往 只需二十分钟 这个占地约两百英亩的小岛 由保卫海域的军队驻守 住了大约两千名菲律宾及印尼后裔 他们是因为二十多年前内乱逃到马来西亚定居 大部分人没有公民身份 MDK Plus他们就是政府给的那种难民政权的 他们可以在这里生活 有的也不敢聘请他们 因为也不是很正式的那种他们的文件 2006年 此季之功乘搭军人专用军舰 首次踏上巴哈拉岛 带动居民做环保 2006年4月的一场大火 烧毁了岛上80%的房子 火灾就烧到连厕所都烧光光 我们每次来的时候来净摊 所以就会看到很多排泄物 2006年 此季为村民在巴哈拉岛上 盖了二十间玻璃瓶厕所 因为有了厕所就比较卫生 比较健康 他们也很珍惜 虽然说这么久了 不过里面开间就还是保持到蛮干净的 十三年后 此季之功又再次来到岛上 要为村民维修厕所 很多村民过来帮忙 其中有上次建厕所的村民 我希望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可以帮忙 让家人和家人建厕所 我认为当家人建厕所 我认为当家人建厕所 我建厕所建厕所 我建厕所建厕所 现在已经建厕所建厕所 我建厕所建厕所 知道慈记要来修建厕所 村民就在村子里募集善款 等职工来了要交给职工 我有时候会很感动 他们虽然说生活 自己上生活是很辛苦 不过他们还是说 有时候说 有在他能力范围之内 拿出一些钱来 也就有点好事这样子 你们筹多少我们补 也带来竹筒 也希望他们成为会员 因为很多外界觉得巴哈拉島 所以我觉得是好像很黑区这样的 还是说不敢靠近 我是觉得这岛上的居民蛮善良 大家一起来坐 他们真的有那种爱心的呼应这样的 都没闭闭过去 就是趾农筹 人家 是不可能 庄内